全聯葡萄酒 哈囉全聯葡萄酒的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萊特 又到了周五紅酒帕的時間了 今天我們來介紹哪一款酒呢? 今天我們來介紹一款大家應該都不陌生的老朋友 就是羊駝葡萄酒 相信常逛全聯葡萄酒專區的 一定常看到各式各樣的酒標上面印有羊駝的葡萄酒 可能葡萄品種有莫洛的有虛哈的 甚至是Cabernet Sauvignon會釀莫洛的 而我們今天來介紹百分之百Cabernet Sauvignon的羊駝葡萄酒 這次葡萄酒在去年2022年獲得台灣酒訓雜誌 評選為葡萄酒大賞的金牌獎 風味是怎麼樣呢?我們喝喝看分享一下 有時候我們會說來自於南美洲的葡萄酒 就是會比較濃烈比較本番 那我覺得它就是一個很經典的智力的Cabernet Sauvignon 它會表現出這種Cabernet Sauvignon 該有的酸度然後濃烈的風味像是 黑色的李子、黑醋粒、黑莓那樣子的香氣 但是它的酸度很棒 再加上它有一些那種青草草本的味道來平衡這種強烈的口感 所以像這樣一款酒我覺得是強度高 但是它卻是讓你的口感感覺很平衡 而這種比較濃烈的酒款 我會比較建議來搭配一些濃烈的食物 像是一些炭烤類的食物 譬如說我們吃燒肉 哇烤一片豬五花、烤一片和牛 吃進嘴巴裡面再喝一口酒 我覺得一定很棒的 你會愛上它的 Cheers Caber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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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bernet